极限半小时点餐298 一位海鲜自助狂炫到关门也太爽了吧 干湖洋盘 它外面这个闸 不怪不怪不怪一点不怪 昨天下雨已经太好大 然后我到了这个热料自助的旁边 哈喽 我有预议 刚刚就是打电话过来 他们说不用打电话 就直接过来就行了 前面有没有人先到呢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一个人 但是没有位置 要等多久呢 可能要等到一年才过去 这么久啊 一点半就结束了 烦死了 看看小号吧 看我的时长 10分钟 大号都没有这么长 关注一下我的小号吧 它有A套餐和B套餐 我们今天点的是 298一位的 我的菜陆陆续续的在上 他们家上菜挺快的 其实我今天本来说 以为吃不到了 因为他们说要一点 然后竟然在12点多 然后它就上来了 先干一个饭吧 扇杯肉还可以 有点泰式甜辣酱的味道 要吃牛肉的那个鲜味 不要吃生牛肉 不太吃意了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腥 看还好 非玉籽香肠 它是配到蒜片的 外面这一层 炸的焦焦的那种 里面就是有飞鱼籽 就是有点的熬虾 甜虾各种刺身类的 吃这个三文鱼 它这个三文鱼南还是挺肥美的 里面没有那种冰渣的 它每一个都是有点小 就可以多点一点 冰镇的鲍鱼 冰镇的鲍鱼 是酱果的满满的 有点像那个五味墨鱼的那个酱 这个鲍鱼还挺大色的 但是这个汁啊 如果吃多了会觉得有点甜蜜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原生菜的这种鲍鱼 还有鲍鱼 有点瘦呢 它这个应该是刺身鱼 这个的口感就会比鲍鱼更好一点 而且有那种鱼的鲜味 里面还有冰抓 特别喜欢吃甜虾的头 它这也有无头选项 果然甜虾是我的最爱之一 这个是香煎鹅肝 比较薄的一片 然后有着蓝莓汁水的 咸口的那种鹅肝 我还是喜欢吃咸口的 蘸点这个高压锅生蚝的这个酱吧 咱们穿鱼女孩子就这样子 牛肉串 一定要连冲一吃 会吃到那个葱的汁水味 香煎叉烧 芝士榴莲 它拉丝呢 榴莲一定要顺热吃的 是它芝士拉丝 心心虾愁 外面的裹着这个面包炕的东西 用心心的代替了 虾味还挺重的说实话 三位一排 煎过以后油脂还挺重的 芒果大虾 它外面这个炸 哇 这个芥末的味道 它外面叫面衣裹得好厚 如果这个大虾 虾肉还挺饱满的 这个虾的酱我得快一快 好重啊 妈呀 现在已经跟我说烤鲨鱼要趁着吃 那我们就趁着吃吧 这是那种厚切的鲨鱼 鲨鱼皮上面是把油脂都浸到这个肉里面的 肉感很满足 我觉得我不用加菜了 我点的挺多的 这个酱还挺厚的 一人吃一只就给了这个鲨鱼 包虾少能手上碎哦 哇 好咸 就是包的时候直观的感觉到它的那个盐在手上 蹭蹭蹭蹭 看我的虾包好咯 看看我的单子有没有没上的 哦 它最后点餐了 我刚刚加了一下单 因为它有的好像漏单了 然后我就再加了一些 我就说我没有点那么少嘛 然后就突然就没了 香草黄花鱼 哦 这味道可以 它有淡淡的甜甜的香草黄 跟我之前爱吃的那个辣黄花鱼有的一瓶 它这种淡淡的新甜味就更加保留了黄鱼 它本来的那个鲜香 西筋烧煎到那种坚硬的焦黄 哦 也是跟刚刚那个香草一样 是偏甜口的 甜甜的味 高大锅生蚝 生蚝打开 它虽然不是大小一致的 但是它很圆润 这个生蚝好饱饭 但是现在中间还有汁 最能放出来 这个是我的两份 加的 这个跟刚刚的那个明显不一样对吧 酱煮了牛舌 牛肠味比较重 然后牛肉很柔软 牛肉鹅肝卷 它中间就是鹅肝 入口先是牛山味 但是那个鹅肝淡淡的柔软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脆的东西 像那个马蹄之类的 陆陆续续又来了 它三个我把它放一起了 这是牛仔骨 萝卷是带筋的那种 比较耐焦 吃下这个香煎海螺 这海螺应该我弟弟还是喜欢的 下这个香煎的袋子 嗯 我喜欢 它这个软壳蟹就是一整个蟹 然后给你分成四块 裹了面包汤炸的 嗯 软壳鲜 不明思议它可是软壳 然后就可以一整一口吃掉 不用剥壳 不用剥壳 最好吃的 不是它的肉 是它的壳 还是很熟 它面包汤是那种炸的很酥 软酥软酥的 吃吃烤扇贝 扇贝肉还带着臭香 哇 后面的一次点单算好坏 黑松露 龙立鲜 有一坨黑松露酱 嗯 这个酱给大家撇开吃 不然再一坨会很咸 不过它这个 外面的这一层炸的 煎的这个 把这个皮煎的已经有点硬了 金香鱼 橘香菇 喝到杯水 金香鱼的那种满那种罐头 我觉得金香鱼会更好吃 橘香菇一般 没入味 咖喱虾上面是有这个须须的 滑的须须 如果直接是有那种咖喱煮沙 我觉得会更好吃 它们咖喱味挺日式的 三杯鱿鱼应该就是那个 台湾三杯鸡的那种做法 嗯 蒜香 葱香 还有一点酱香 回甜的那种味道 鱿鱼还是焖的挺甜的 刚刚小姐姐说让我趁热吃这个牛舌 还有羊排 牛肉粒 酱好重啊 烤羊排 还挺大一颗的 然后这个是牛舌 所以就吃胖了 牛舌就是一大口 赞点这个 应该是五位子或者西位子 啊 这是蒸虎叶虾 我这羊排真的还挺大的 蒸虎羊排 哇 羊味好重啊 这个羊排一开始烧直接顶饱 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 牛肉粒 我这个牛肉粒有点神 其他炒火融火你敢信啊 不怪不怪不怪一点都怪 我昨天晚上还在自己在家里面做了牛排 早就在这儿一次吃更爽 这感觉牛腿它中间挺柔软的 但是就它的酱有点太多了就有点咸 厨师长能够帮我们捡捡盐度 酒蒸蛤蜊 哦 感觉这个味道跟刚刚我喝的那个黄酒味好香啊 姜丝味道挺重的 这已经泡到酒酱汁里面了 吃完以后 肚子都鼓了一圈 蝴蝶虾 嗯 真的虾虾肉好嫩好水分啊 这个鱼杆我一直没吃啊 哦哦 它碎掉了 好酸啊 酸得我头痛 爆炒海蛇 它好像说是什么穿味的 薯味 好像薄薄鸡的那个味道 这个挺辣的耶 这个辣的我都觉得嘴巴舌头很辣 那肯定是真的辣了 看下这个五味墨鱼 两片的水 你看它的鲍鱼一模样都要 还有我的这个没吃 它是海苔夹 虾 哦 金香鱼海苔盒子 难怪我要吃它是金香鱼海苔盒子 而且海苔好甜 吃到最后我开始上头了 最后让我一口上头了 今天是这个海苔 还没想到吧 可口花椒鸡汤顺顺 杂七杂八杂都吃掉 这个感觉还有点意思嘞 好 是吧 里面还有火龙果 这个就像小时候吃了玩的那个一毛钱一个东西 他们家焦糖布丁还不错 很柔软 很细腻 然后焦糖是那种薄薄到一层 在那个顶上 然后它下面有那种糖水 香草冰淇淋就化成了香草奶昔了 好像小布丁融化以后的那种质感 它就是小布丁融化 加了二十个甜虾 我就是喜欢吃它的甜糯 牡丹虾熬虾和甜虾你们最喜欢吃哪种 熬虾就边剥边吃吧 真的太难剥了 生无可怜 它个头其实不算特别大 但是肉还是挺紧实的 不是那种 他们家的甜虾和他们家的熬虾都不是那种软啪啪的 这次我是真的要收稳 收一下我的这个蜜瓜 蜜瓜还挺甜的 因为我有两个事情没怕事吗 这一天吃了两个就吃得了料 好了今天我的278一味的成都老台海鲜自助就吃到这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觉得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推荐给我哦 我最近要做那个面 就是成都的各种的面食呀 然后冒菜呀 火锅呀串串的这种系列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也可以推荐给我 还有就是我马上要做大学系列了 如果你们正好在大学举手 跟我讲一下然后我就私下你们 要是我们就在大学一起干饭吧 告诉我你们 每个大学的食堂好吃呀 好啦今天就吃这个真的肚子好饱 拜拜